乌军无人机锁定目标 呼叫刚雨从天而降 炸毁俄军31辆战车近期 乌东巴赫穆特的战斗接近尾声 以瓦格纳雇佣兵为主导的俄军部队 仍在收紧包围圈 不过这似乎就是俄军近期 在顿巴斯战场唯一的亮点了 从卢干斯克的克里米纳岛 顿涅茨克南部的乌勒达尔 俄军几乎毫无进展 进入2月份 乌勒达尔成为新的热点地区 俄军集结重兵展开大规模反攻 却在这里遭遇惨败 让战前信心满满的俄防 掌哨一股面子上挂不住 也让途径颇为头疼 乌军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他们成功伏击了一支 向伍勒达尔进军的俄军装甲部队 从视频画面来看 俄军这支装甲部队 至少有15辆T-72坦克 12辆BMP步兵战车 以及两辆运兵装甲车 和一辆装甲工程车 这场战斗简直可以说 是单方面的屠杀 乌军透露说 早在这支装甲部队 向伍勒达尔进军之时 乌军的无人机 就已经盯上他们了 而且一直跟着 在高空锁定其位置 并在其进入雷区后 通知炮兵部队 对其进行覆盖打击 一轮火力覆盖后 31辆坦克和装甲战车 半路沉湿 雪地 至于有多少俄军 逃了出去就难说了 此前有爆料称 乌勒达尔的乌军使用的是 M270刚鱼火箭弹 为了提高对俄军的杀伤力 他们采用的是 子母弹构造的 极数火箭弹 在极数弹的打击下 被摧毁战车中 俄军士兵存活 或逃离战场的可能性 并不高 一开始 俄军一字长蛇进攻 然后遭遇乌军突然反击 俄军乱作一团 不知所措 在纷纷逃命的过程中 诸以被乌军消灭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俄军重型装备 都是被远程火力所消灭的 所以 昨天斯特列科夫说的没错 这些俄军全军覆灭的过程中 甚至没能带给乌军一点点损失 死得太窝囊了 俄乌冲突以来 乌勒达尔一直是俄军 未能啃下的一块硬骨头 俄军一直想要冲到近处 与乌军面对面厮杀 打城市战 但关键是 由于这座小城本就狭窄 再加上位于高地之上 俄军装甲部队 不得不硬着头皮养攻 防守的乌军则占尽地利 使用地雷 无人机侦察 以及精准的远程炮击 把俄军安排得明明白白 俄军只要被乌军的侦察 无人机发现 那结果就和这拥有31辆坦克 和装甲车的部队一样 直接送命 俄军想要打掉乌军炮兵阵地 也不容易 乌军将领要求其炮兵部队 采取分散作战 这样俄军即使能锁定 一处炮兵发射点 也难以将乌勒达尔的炮兵 一股脑端了 最终的结果是 俄军这样的冲锋 除了在战场上 留下更多坦克 以及装甲战车外 几乎没机会 对乌勒达尔造成威胁 除此之外 为防俄军小分头 进行渗透作战 乌军又利用火炮布雷 在乌勒达尔周边 广布布雷区 这似乎 也是乌军装甲部队 几乎以乌军靶子的姿态 抬着一次长蛇阵 从公路 向乌勒达尔进军的重要原因 总之 对于进攻方的俄军而言 乌勒达尔就是一个刺猬 怎么摸都扎手 当然 俄军在这一战中的表现 也着实是有问题的 无论是从一开始 就被乌方无人机紧跟 还是后面派一次长蛇阵 进入敌方的伏击地点 这说明 乌方对于俄军的进攻方式 已经门清 说白了就是 俄军上赶着给乌军送业绩 乌情报部门此前声称 俄军会在接下来的大战中 集结50万大军 1800辆坦克 5950辆装甲车 以及各类火箭炮 战斗机 直升机等装备 账面上的数据能打升仗 乌勒达尔一场伏击战 就让俄军真实战立线的原形 可谓是颜面即时 也难怪乌东民兵领导人 此前也感叹 前线形势不容乐观 俄军在乌勒达尔一场冲锋 显示出俄正规军 仍缺乏打硬仗的能力 巴赫木特方向 瓦格纳雇佣兵完全是靠着捷应战 打呆仗 在湿山血海中拼出了一条路 但在乌东其他战场 似乎还没有看到 俄军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仗这么打下去 让乌克兰继续拖时间 等到西方主战坦克 远程武器等一系列军援到手 这仗就更难打了 俄军不是没有可能重演 哈尔科夫大撤退 这次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可是俄军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俄军方第二人 如果再不能拿回整个顿巴斯 局面不仅会相当难看 恐怕还会动摇俄罗斯人 继续打这场仗的决心 这场战斗令人印象深刻 它其实是俄乌战场的缩影 俄军虽有数量优势 但在技术和战术 更胜一筹的乌军面前 只能是落后及挨打 别看这些坦克和步战车 开动起来声势很大 但缺乏态势感知能力 和战术通信数据链 在现代战争的战场上 仅仅是一大堆工业垃圾而已 消息灵通又以预测 其准著称的斯特列科夫 再次批评了俄军的这次惨败 称俄军在乌勒达尔的失败 已经广为人知 不过从其评论中 似乎杰尔金已经十分平静 不复以往那样愤怒 看起来已经对俄军指挥层的拙劣 表现习以为常 再多的愤怒 也不会让俄军在战争中 改进其问题麻木了 按照斯特列科夫的说法 俄军的将军们 从进入军校到现在 都是彻头彻尾的白痴 在乌勒达尔的这次惨败中 他们犯下了所有的错误 过去一年 在乌克兰战场 应该学习到的经验和教训 全丢在宿舍里了 俄军的进攻方式 是乌军最喜欢的 他们的摩托化纵队 在缺乏空中掩护 和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沿着到处埋了地雷的 固定道路前进 而且地形极为平坦 林木稀疏 缺乏可用掩蔽物 乌军充分发挥了 其精准炮火优势 摧毁了俄军超过30辆战车 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粗粗计算一下 宝贵的坦克兵就伤亡200人 这还没算伴随作战的 海军陆战队 特种部队和战斗步兵 最重要的是 这场战斗完全是单方面屠杀 面对乌军的炮火攻击 被覆盖的俄军无力还手 后方的俄军炮兵 也没有压制乌军 做使这支宝贵的装甲力量 被乌军炮火歼灭 乌军很可能 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 很轻松地消灭了 这支俄军装甲纵队 就像过去的无数次战斗那样 俄军在乌军的加固 射防阵地面前 将自己摆在了 对方最理想的射击位置 吉尔金还是萧萧气 全是没打过仗的动员兵 坦克兵能把车开动 步兵能不让自己 被履带卷进去就不错了 还要啥自行车 恰好在今天 俄方抛出一个新声明 俄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称 准备好和乌克兰展开无条件谈判 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利好的态度 但有个坎还是绕不过去 之前乌克兰方面多次重申和谈的四项原则 而乌国家安全秘书丹尼洛夫 正好在昨天还又一次强调了这四项原则 一 俄军退回1991年国境线 包括退出克里米亚半岛 二 承办犯下战争罪责 比如杀害平民的责任人 三 赔偿乌克兰损失 四 安全保障 乌方已经不再强调 对发动战争者追责之类语言 明显是为了加速和平 而不计较克里姆林宫的一种态度 这已是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最大让步 但就像美国说的那样 俄方明明可以今天就结束战争 却一直站着克里米亚半岛和入俄四地 每天对包括巴赫木特在内的乌军战线发起进攻 每天都将炮弹和火箭弹 打到乌克兰平民目标头上 隔半个月还要用巡航导弹和自杀无人机 轰炸一波乌克兰电战 还在谋划春季攻势 我非常怀疑俄方关于谈判的真正诚意 何况这么重要的态度转变 却仅仅由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来说 五夫一娃都死在臭水沟里了吗 何话他们说 软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部长来说 俄方真的释放了足够的诚意吗 自开战第三天 俄军未能一小时22分钟占领基辅 也未能三天打穿乌克兰后 从战略上说俄军已经失败了 从那时起 俄罗斯就不断首先提出和谈的建议 但俄乌双方在根本立场上相去甚远 诉求相互矛盾 注定是谈不成的 现在俄罗斯又来抛出和谈的话题 是真的被打怕了 耸了 还是只是放个烟幕弹事态 以下乌克兰是否愿意割地呢 我们无从得知 俄罗斯人肚子里的盘算 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表忌